好,上次影片先拍一段影片 教我用Particle做火的影片 做火的影片,我們需要用到一些官方資源 你幫我去Assess Store 找到Standard Access 我們用過好幾次的 你可以在這裡搜尋 Standard Access就可以找到這一套 雖然我們2019年都可以用到 其實我裡面會用哪一套 先看看 有一個Folder叫Particle Environment我都用過 我都不用全部 我想要Materials的Folder 就選擇了 我現在選擇不到,因為我已經選擇了 到時候選擇了 另外就是 Testure 是這兩個Folder 選擇了之後就選擇 選擇了之後 就會多了一個Sender Access的Folder 進去有Piracle System 有兩個選擇 就是Materials 設定好的Sender 還有一堆Testure 其實我們主要想要Testure 所以不用我們 想在Google下載這些圖片來再Edit 先說一下怎樣用 先看看 它們的材料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用 不過看看 我們會用幾個 After Burn Fire 還有 Particle Smoke Mobile 其實這幾個 是同一張圖片 你看看圖片是同一張 不過它的設定有少少不一樣 有些是做黑煙 有些是做白煙 這個叫Mobile 就是電話用的 所以Alpha沒有顯示出來 不過我們只會用到 可以用下去 我們會看到 這裡可以看到 我想說 其實你會看到 Ture Mobile 這個 其實它也有一個 叫Legency Shader Legency 是舊版的 來到2019 它還支援 全部都放進去 有一個叫Legency 就是舊版的Shader 但我們不知道它會去到什麼時候 不再支援 如果有些情況 其實最理想的 我們也是自己 打開一個 Proticle Shader 來裝著它 所以我打開一個 試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我自己的 Proticle A Knight 在Abedo這裡 選擇那張 火的圖片 其實這樣放進去 就可以了 為一容易辨認 我扯到外面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另外你也可能要選擇 選擇 重疊 關係 這個 之前是不是都 對了 我們在 Legency的時候 有講解過 這些是什麼 好 暫時就是這樣 開始做 Proticle 這個最初次的 狀態 我把數字都關掉 這個 繼續保留 -90 -90 會導致它 向上噴 選擇 材料 我們自己做的 這個 看看 應該要哪一種 對 就退了 這個 顏色 我自己不特別去做 一個 可以嗎 可以直接用 回到Legends 如果你要選擇 這個 就是它原裝 在Standard Access 你用它也可以 不過我已經說過 Legends 即將來 版本會不會更支援 我們不知道 更新的 更安全 然後我們有一個基本的 一個火 然後我們試一下 噴射的形狀 噴射的數量 噴射的形狀 應該跟筆記 就不用改 噴射的數量 就想多一點 每秒鐘噴幾粒 另外就是它的顏色 不需要跟筆記的數值 大概就可以了 例如我這個 橙橙黃黃的 另外就是 Departicle的大小 我們也試一下調整一下 例如短命一點 不用5秒長 它會升短一點 如果5秒 你會看到它升高 因為是長短 我可以叫它短一點 另外 Speed 就是噴射的速度 我比較小 擠嘴的噴射的力量 很小 如果火 只會在地面燒 這個樣子已經可以了 另外 還有一個數值 會影響了 它會向上升 我們就不用噴射 擠出來的 Emit的力量 Start Speed 是Emit的力量 我用它下面 叫做Gravity的數值 Gravity的數值 如果你給正數 它就會向下墜 如果你給負數 它就會向上升 這是地心吸力力 兩者有一點不一樣 我先設定 例如負0.1 Gravity 如果有噴射的力量向上升 而同時有Gravity拉緊它 它就會越升越慢 所以它在速度上會有漸漸的改變 所以跟它使用Start Speed有一點不同 然後另外就是 Size Start Size 大顆的放 另外 放一點Rotate 轉 每一顆 出來的角度轉了一點 主要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會給三個數值 跟皇上一樣 我們會做Color Over Lifetime Rotation Over Lifetime 和Size Over Lifetime 我先選擇Color 主要是控制它的透明值 出生的時候半透明一點 死的時候半透明一點 中間實色一點 另外就是Size 由小顆變大顆 所以我們是由大顆變小顆 小顆的時候 小顆的有多重要 會不會縮到這麼小顆 我又不用小顆 所以我把這個Curve拉上一點 另外就是Rotation Over Lifetime 我想出來每一顆火 都有一點角度轉換 它會這樣轉著 不過現在火炒了一堆 我都要半透明 即我穿了一招 你都不太明顯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火炒 然後我再加一個Proticle 就是用來做Yin Smoke 我把Parent放在Fame Parent有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你把數值歸零的話 其實它會自動拿回Parent 即上層的物件作為自己的座標 第二件事 就是你做Preview的時候 你刷其中一組 它就一次過會兩隻Proticle 給你看 如果它不是一個Parent 的Proticle 它每一次只會顯示其中一個給你看 那你就會看不到兩個一起動 的狀態 好,接著我又去Renderer 這裡轉走 我想用Proticle Smoke Mobile 我們先調整一下 Proticle Smoke 最後再轉一下 所以我改錯了 Asmoke 改到火 那我選Asmoke 再選Asmoke 選Particle Smoke Mobile 那煙也變成一樣 然後我們又設定一個數值給煙 首先煙想它長命一點 讓火高一點 另外噴嘴的力量也不需要太強 你會看到地上滾滾 但我們再加一點Graphity 你會看到團煙可以向上升 跟剛才一樣 我們給它轉移的數值 調整它的尺寸 在顏色上我們就看看如何改善 你可以自己喜歡的 其實已經教過你們這些可以如何改善 最主要是Alpha值 由於我的圖片本身的煙是沒有顏色的 所以Alpha值越小 如果之前有顏色的圖片 就會顯示我們添添淚的色彩 但我的圖片本身是沒有什麼顏色和半透明的 所以你教它半透明 它就真的自己半透明了 如果我給它避色 避色就可以了 我給了紅色的煙 如果用筆記它就不是紅色的 它的煙是灰灰白白的 你可以自己調整 你喜歡這個樣子也可以 對 那就是我的皮 另外就是噴射出來的量 我暫時給它 顏色比較厲害 因為我怕大家看不到 先把它當成這個 然後噴射的量 要多一點 15 你會看到燃燒得很高 不要緊 我們一會兒會 穿了over lifetime 它就會變少 另外就是 Cone的形狀 我想它 賺大一點 什麼叫賺大一點呢 我試一下 推出來看看 這是我的噴射的角度 本來是這樣的 一個柱體 或者是一個空型 我把空型拉闊一點 拉到90 你看到一個平面 在這個平面的範圍都會散出來 就不是一個空型 一個空型放大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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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看看 尺寸 尺寸 3.5 OK 好 那你會看到我的燃 我會看到我的數字 放進去 另外就是 做一些 Color over lifetime 我想燃燒到頂上 會變透明 所以我會 這裡是透明 中間有些位置 也可能是實色 一開始的時候 又是透明 顏色也可以有些變化 譬如這裡 我想它 灰黑一點 紅一點 白一點 那你會看到 矢起的時候 是這個顏色 上去的時候 它會更換另一個顏色 這個你可以參考筆記的 那個顏色 也不一定會跟我一樣 另外 The size of lifetime 也是想跟剛才一樣 由大變小 但是 比較小 好 那煙呢 我們都 差不多做好了 最後 我們會做一個火屎 那我把煙 如果你喜歡它 白煙的 你就變回它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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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所謂的 你自己喜歡 好 那最後 多給一個 一個 沒有到 Parent 我都是零 這些數值 這個就是做火屎 我叫做Ember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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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本來的圓圓圓有比較像 哈 圓形的邊緣比較實,不太太刮鬆 然後改一下它的基礎數值 例如長命一點 動力比較小 噴射的嘴巴力量 大小一點 暫時白色的顏色可以轉走 另外Gravity的Modifier 放少一點負數,讓它升上升得好一點 主要是這麼多 我們要看噴射的力量,想噴多少粒 數量少一點,多一點都可以自己調整 Cone的形狀 寬一點,讓它射出來的範圍 Color Over Lifetime,想它一邊升上來的顏色是有變化的 不得你的,你可以自己設計 我一開始的火絲是紅色的 你會看到底部是紅色的 來到這裡,可能變成黃色的 沒有啦,是橙色的 當然有些透明值,你中途可以做一些改變 等它出來的時候漸漸變化 有時候是明顯一點的紅色,有時候是半透明 有時候是明顯一點的橙色 升上去就變黃色 OK 你會看到底部噴出來的比較紅 上去就比較黃 如此類推,火就做起了 然後再看鏡頭 看看鏡頭 有些火絲在旁邊噴出來 不過有點黏地,有些顏色 換走的底色就比較清楚 OK